大家好 又來到深夜 之前的兩條影片 其中一條是 有些歌唱的提議給阿芝士 有些朋友的留言 想我分析他唱完這首歌 我聽了他在池山寺唱的Live 因為用Live比較好些 首先講一講《願》這首歌 因為不知道那首歌的含意 或者用意 甚至是唱法 你很難拿捏到那首歌 《願》這首歌其實是一首佛歌 其實是一個緣份的東西 因為他的歌詞是在山水之間 在佛塔之間 諸如此類 又會牽引著人與人 我與他 甚至乎是一個情侶 或者是一個牽掛的人 諸如此類 在這條影片的歌詞 大家可以看到 這首歌有些奧義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開頭的四句 開頭的四句其實是幾個境界 第一個境界就是山與水之間 然後一直拉近就是佛塔之間 然後就是人與人之間 然後就是你我之間 這樣 它是分幾個層次 一直拉進來 一直拉進來 在唱的時候 黃飛就用了很高的體力 我想這首歌都應該 暫時來說 我還未聽到有人 是高得過黃飛的 因為就是這四句 已經分了不同的層次 一路漸進式地 引導那些聽眾 一路集中 這件事又是 一個很好的象形表達 亦是一種漸進式的表達 它是混合了這些 我聽了Gigi 在慈山寺唱的時候 它現在年紀輕輕 不要經常介意 我說它年紀輕輕 因為我真的比它大 它這把聲音 是很厚很混混的 它現在唱到殼 就未唱到玉 這件事很老實 各位粉絲 如果你是鐵粉 就應該理智一點 聽我說 不要惡言雙向 因為一個漸進式的唱法 Gigi現在未控制到 這件事是事實 因為它現在的康口 很平 全部都是根據幾個鍵 這樣就算了 如果漸進式 譬如剛才那四句 已經用了四種不同的唱法 Gigi在這方面 其實應該要急起直追 急起直追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這四種唱法 為什麼這四種唱法 這麼特別呢 之後就是一段套的歌詞 一段套的歌詞 很長的歌詞 接著一直到經文 它這首歌 就像一個廚師煎蛋一樣 你也知道 其實煎蛋在廚師裡面 是很難的東西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好的廚師 你一定要煎雞蛋 煎得很漂亮 很好吃 你才可以有資格去做一個廚師 就是這樣 越簡單的東西 就越難搞 這首歌的歌詞其實很簡單 但是它裡面唱的 你怎樣可以把簡單的東西 唱到它龍飛鳳舞 我在這段影片裡面 我列了一些音譜 就是一個 那個音譜就是那些 chord 就是它迫環的音樂 這個就是經文裡面的音譜 大家可以看到 Gigi其實已經很努力 但是在竅門裡 還要握緊一點點 剛才那四句 Gigi希望可以再進化 然後再去 就有一段loop 那段很長的 我看到Gigi 有一件事做得非常好 這個我真的要給他兩個讚 或者十隻手指都給他讚 這件事是甚麼呢 很少歌手 在現在的歌手 是注重到 他那條舌頭的發揮 我截圖 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用了一個卷尼 即是一個微卷尼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是一個控制住喉屈 這個位置 是非常 非常之好的發聲 即是控制住這個空間 應該這樣說 控制住這個空間 令到它出氣位 即是在口腔出氣位 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因為它捲著舌頭 就會出來的聲音 是比較澎湃一點 這些 即是在 如果你是用O型嘴唱的時候 都有這個技術在裡面 它是非常非常之好 這件事可以控制 所以你看到它 一直滑下去的時候 它是很紅雲 可以保持到那個聲音 是很平整的 在這裡它是做得很好 口腔的聲音 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真的要再進化的話 就是我想它 那把聲音 放輕一點 放輕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拉得很盡 拉得很盡 這件事就不… 大家都知道 佛歌 它現在唱的那首是佛系的歌 佛系的歌 如果你拉得太盡 就會喪失了原本那首歌的緣 現在你知道的經文 都比較軟然一點 又順一點 你很少可以聽到 那些人重經 好像唱山歌一樣喊出去 當然如果你說現在新一代 想進化一下 想試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在裡面 就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它Loop的時候 我聽到好像是低了一個Key 應該是低了一個Key 而且Loop得很硬 我們俗稱是Loop得很死 如果Gigi真的在看這段影片 我真的想你放輕自己 放輕自己 因為有時候你喊得太強 就好像我上一段影片跟你說 就是你喚不到氣 即是不夠快去喚氣 而且因為你現在 你這樣喊 空腔的聲音 就未必用到很好的 因為你這樣喊 即是現在這樣 你已經拉緊了 接著靠這個空腔的壓聲 而這個丹田壓上空腔的時候 你會很辛苦 因為我也看到你是很辛苦 所以放輕一點 就應該效果是非常好 在Loop的部分是很棒 接著去到經文 大家可以看看螢幕 在影片裡面的螢幕 你看到後面的Code 其實它只有幾個Key 有幾個Key 但是它進化 即是它一路唱的時候 因為經文是很特別的 尤其是是藏文的經文 在這裡我講少許雜資 凡文的經文和藏文的經文是不同的 黃菲參透的時候 他兩樣都參透了 一個是藏文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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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是甚麼呢 藏文即是印度文 即是以前釋迦華厘的地方 印度 但是它傳開去的時候 如果進入我們中國 首先第一站就是西藏 因為西藏後藏的班公錯 錯即是湖 即是我們廣東人的湖 但它是叫錯 甚麼鬼都是錯 因為很多湖 因為班公錯那邊 已經是印度 它傳入來的時候 如果你說根據歷史的話 就很難判斷 但是很大機會 它都是由鬼湖那邊 傳入來很大機會 但這些歷史上的東西 就無從稽考 因為已經是千多年前的東西 總之它傳入來的時候 就變成了藏文 你知道當時有達賴喇嘛 有班禪 諸月次女 那些 它傳入來的時候 可能古革王朝 仍然存在著有人 當然古革王朝已經廢了很久 這些也是無從稽考 始終都是歷史的東西 這些不說那麼多 在我去十次西藏裡面 我研究了一些喇嘛的東西 一些佛道的東西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他們的藏文念經的方法 其實如果去過西藏的人 其實你去到任何地方都聽到 現在就算是商業化了 譬如適拉紙 諸如此類 或者揭放紙 方便 因為那些是在拉薩裡面 你進去就已經聽到 如果是聽過的朋友 你便會聽到他們唸藏文的經 即是藏經 那個語調是很溫和的 即是接近如現在的儒家音樂 即是很平的 全部東西很平的 他們唸經 就不會突然間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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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我看一定是研究了很多 因為當時報道 都知道他已經信了藏傳佛教 這方面 他便很清晰 到底經文是應該怎樣唸 才為之舒服 不過如果是用真正的經文去唸 你會眼睡 他便很聰明 他便用一個高鍵 大約是A鍵到B鍵 那裏都很高 在那裏他便用了他獨有的腔口 一種連貫式的 即是好像String 在擺他自己的聲音 這就是我上一段影片 亦是說Gigi 在一個音中 要發出四個聲音 才為之是真正的高手 黃飛在這裏絕對做到 尤其是在念經文 你聽到他一邊唱的時候 他是一邊連貫著他 Gigi在詞三子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聽到他念經文的時候 他都捉到一些 即是捉到一些 如果再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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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給他意見再好一點 就是麻煩 即是支持 真正去聽一聽 甚麼是經文 因為經文 不是一種嘈雜的聲音 是一種 很抒發人的心情的演繹 如果不是 那些人會很煩躁 很煩躁 如果在這裏 首先 如果支持 真的要唱得很好的話 一定要轉音 要很靈活 然後放輕 音與音之間 這裏真的要看清楚 聽清楚黃飛 為何要這樣唱 因為他是一邊連貫著 他轉音的時候 轉得很舒適 這件事 通常年輕人 去到這裏 歷練未必足夠 我便提出這個重點 如果Gigi 喚氣又好 把聲音放輕一點 即是不要拉得那麼緊 接著 轉音時 轉得更漂亮 更柔順 更柔順 我相信 他在歌唱中 我相信他的仕途 已經達到真正的高手 這裏 在這裏分析到這裏 我便把音樂 切開 分段播出來 會是黃飛四句 阿支持四句 又或者是阿支持四句 阿黃飛四句 大家繼續看片 如果喜歡 或是欣賞我 這裏評論 麻煩各位留言給我 想聽哪一件事 或者是 你自己 想 我分析哪一首歌 都可以 古物論點 好 今次又來到尾聲 希望大家繼續追蹤我的頻道 我現在 月錄 好像覺得 挺有趣 挺過癮 挺好玩 大家一起去交流音樂 阿支持之後 我便分享一首 叫問佛 這首歌 是阿姜鵬的 大家留一留意 我在說明 在阿姜鵬那首歌的 下面的說明 始終 說得太多 好像很悶 多謝大家 下次見 Yatosh 在山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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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風啊之間 在風啊之間 优优独播剧场——YK 在你一秒之间 在山水之间 有一份信念 是静默云烟 在佛塔之间 有一条金发 是唯一段 正在聚散之间 有一切夙愿 是无常身边 在你我之间 有一笔思念 是温柔梦前 在山水之间 有一份信念 是静默云烟 在佛塔之间 有一条金发 是温柔梦前 是唯一的光 在聚散之间 有一句思念 是无常身边 在你我之间 是温柔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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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份信念 是静默云烟 在佛塔之间 有一条金发 是温柔梦前 那鱛iba 是温柔梦前 是温柔梦前 到这面 谁温柔梦前 是温柔梦前 在月上 会被温柔梦前 是梦前 休门梦前 哪怕天雪离窗 只愿涂窗 能再与你相见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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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在山水之间 有一天信念 是寂寞无言 在复他之间 有一句心烦 是唯一的光 现在却算却见 有一句夙愿 是梦长生殿 在你我之间 有一缕思念 是温柔梦见 思生上路 那半距离船 只愿途中 能再与你 生结 是温柔梦见 是温柔梦见 温柔梦的 能 blond ε 我懷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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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